第181章 拿捏迈特凯父子的秘诀 哈哈 如果可以晋升 谁会想当一辈子吓人 迈特带脸上大笑着 眼神之中却藏着一丝落寞 如果他甘愿一直成为吓人 他就不会十年如一日地修炼八门钝甲了 这可是二十年 什么也不练就只练一个体术 对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他最后虽然如他所愿的 学会了八门钝甲 但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这期间的表现 让他成为了人人嫌弃的存在 没有机会表现自己 别说什么A级任务B级任务 就连D级任务 他也很难接到 D级任务有不少 是村子补贴来培养刚毕业人者的 可不是给无能者来养老的 不过迈特带认为这经历 也不全是坏处 起码锻炼了他的内心 让他内心变得强大 他吃的亏病不是白吃 而是帮迈特凯做尝试 他不会让麦特凯走上他的老路 眼下忍戒局势混乱 为之国土之国军对火之国图谋不轨 正是木叶缺少战力之计 待前辈你这样的体术达人 还一直待在下人 这是不合理的 木叶一脸痛心说道 除去特别上忍这一特殊情况 忍者职位只有三个等级 可以说 每到一个新等级都是质的变化 下人在战场 只有听从命令的份 永远都是被指挥的 而中忍可以在执行 不是特别重要任务的情况下 担任队长 而上忍则是战争当中的主要战力 只要出任务 基本上都是队长 接着木叶和麦特代说了一下 他们在C级任务中 碰到的遭遇战 这样下去的话 忍戒会越来越混乱 也许很快就会爆发大战 木叶叹气说道 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吗 麦特代的表情变得严肃 他这众万年下人很难获得战争相关情报 因为根本都没有人和他说 我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比较好现三代木大人 如果带钱被你愿意使出八门顿甲 不说上人 提拔成为中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木叶点头说道 成为实习老师之后 他也没有直接辞去家教老师的职位 只是不再是和以前一样 每个星期固定聚交而已 麦特代能够六门情况下 不会有太大损伤 也就是 麦特代可以当作一个普通的精英上人 有着这样的实力 再加上处于战争时期 木叶不相信 原飞日展会对这样的战力不心动 原飞日展可能会爱于麦特代的履历 以及功劳 不会直接提拔成上人 但中人还是问题不大的 中人有两种晋升方法 一种是通过中人考试去晋升 木叶每年有两次中人考试 表现优秀 就可以晋升中人 另外一种则是通过达到贡献 也就是完成任务的数量得到提拔 木叶一切都是有任务的 木叶这种在忍教上课 也算是做任务 战争时候 各种行动也计算任务 让麦特代去参加中人考试 自然是不可能的 麦特凯可是明天就过生日了 虽然麦特代的任务数巨大不到要求 但他实力高啊 可以弥补一部分 只要成为了中人 麦特代就有表现的机会 到时候凭借实力和功劳 成为特别上人也不是难事 至于成为上人木叶感 绝有点困难 因为目前木叶对上人的要求十分严格 像麦特代这种偏科的 很难成为正式上人 除非战争中立下重大功劳 哪怕是只开启六门 戴前辈你的实力 已经超越了很多上人 担任中忍绰绰有余 戴前辈 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木叶看向麦特代粗广的脸庞问道 很好 不愧是木叶老师你 麦特代爽快点头 对木叶竖起大拇指说道 真是太感谢了 麦特代站起身给木叶重重 鞠躬感谢道 在木叶说话的时候 麦特代想了很多 他首先想的是 如何偿还木叶的好意 然后他就发现他 什么也给不了 他唯一会的八门盾甲木叶也会 而且木叶实力深不可测 在不使用忍数的情况下 仅仅是开启两门 就能有超越他六门的实力 所以 木叶也不需要他的帮助 但麦特代 最终还是答应了木叶的提议 不是因为 他想要向其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是为了麦特凯 他是一路修炼过来的 他清楚先要打造一个强大身躯 少不了花钱 各种补品修炼秘药都是很贵的 没有钱的后果 就是上线变低 然后留下一堆暗伤 以前莫机会也就算了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如果他不抓住的话 就不是一个合格付金了 接受木叶的好处 无法偿还 他会感到愧疚 但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 让麦特凯成长道路 变得更顺畅 他会更加愧疚 带钱被你不必这样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木叶 木叶微笑说道 麦特代答应下来 那就稳了 明天肯定能给麦特凯一个大惊喜 我这里 还有一颗体树忍者修炼的密钥 能消除身体的暗伤 送给前辈你了 就当是提前庆祝带前辈你升职 木叶从忍居包中 拿出了一颗密钥 递给了麦特代 现在密钥能直接花钱买了 也就没有那么珍贵了 帮助现在的麦特代就是帮助以后的麦特凯 消除暗伤 我都这个年纪就不需要了 你还是收回或者留给凯吧 麦特代摇头拒绝 他这几十年来积累了一身暗伤 一颗密钥也不顶用 这种好东西他宁愿留给麦特凯 阿凯那边我给他留了 这颗是多出来的 带前辈你可以吃一下试试效果 木叶将密钥放到了麦特代前面 虽然麦特代是个可靠的 不过木叶还是要看见麦特代吃下去才放心 这要效果太好了 要是留出去容易出事 毕竟八门顿假我 没有带前辈 你擅长 以后这方面 还得你亲自多教一点阿凯 木叶拿出了绝杀 他已经领悟到了 怎么拿捏麦特凯父子 爆麦特凯金币 就得从麦特代入手 想要麦特代听话 就得从麦特凯入手 木叶都说到这一步了 麦特代也不是什么扭捏的人 直接一口吞下 麦特代很快就感觉到有点暖和 然后慢慢地变成全身暖洋洋 直到最后 他感觉身体前所未见的轻松 麦特代知道自己 又欠木叶一笔了 这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密钥 效果太降了 简直是立竿见影 他感觉 如果自己能再多服用一些这种密钥 那早就难以进步的实力 还能再度提升 前辈 你明天尽量在家 到时候 三代木应该要亲眼看一眼你的实力 有需要 我会派钱影分身来找你 木叶提醒道 麦特代点头竖起大拇指 表示没有问题 茶泡好了 麦特凯小跑过来 给木叶和麦特代倒茶 木叶喝掉了一杯之后 就告别离开了 还真只是聊了一会啊 麦特凯望着木叶离去的背影 挠了挠头说道 爸爸 木叶老师 找你是有什么事情 麦特凯好奇地问了一句 哈哈 是一件非常厉害 非常青春的事情 完成之后 肯定能让开你震惊 麦特代将热茶喝掉之后 大笑说道 木叶让他在出结果之前 不要告诉麦特凯 说这件事情 也不是百分百能成功 以免到时候说了莫成 让麦特凯失望 什么事情这魔神秘 麦特凯更加好奇了 第182章 八门遁家人者的实力 结束了一上午的修炼 木叶对学生们说道 晚上阿凯生日 到时候去阿凯家里集合 这主要是对卡卡西说的 带徒早就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还有事 你们可以自由行动 想要继续修炼 也可以在这边修炼一下午 木叶要去原飞日展那边标演技了 说不定是去给阿凯你准备礼物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礼物 带徒一脸羡慕说道 他生日是2月10号 还有一个月多 带徒已经开始期待 木叶会给他准备什么礼物了 哈哈 不管木叶老师送什么礼物 我都会很开心 麦特凯大笑着说道 他认为 木叶已经对他很好了 除了父亲之外 就没有碰到过 对他这魔好的人 所以他不奢求更多 就算木叶只是说句生日快乐 他就很高兴了 话是这魔说 但如果礼物更好 还是会更高兴吧 带徒想了想说道 如果木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是一把买的志士苦物 他会高兴 而且收藏 但如果 木叶送他的是 亲自打造的苦物 他会更加高兴 而且更加珍惜 离开训练场之后 木叶直奔火影大楼 他和麦特凯说 因为特殊原因 能有更多见原非日展的机会 确实是事实 但木叶说出来 更多是为了增加自己画的幸福力 正常情况下 要找原非日展 还是去火影大楼更方便 去原非日展家里 找原非日展那只 能是快到晚上的时候了 那样就太晚了 咚咚 木叶敲响了火影办公室的大门 静 原非日展的声音传出 三代木大人 木叶一脸尊敬打招呼道 是木叶啊 有什么事情吗 原非日展将嘴里的烟斗拿下 吐出一阵白雾问道 三代木大人 我在木叶当中 发现了一个 有着远超当前职位力量的人者 实力超群 但至今仍是下人 木叶一脸严肃说道 实力超群的下人 原非日展脑中 立刻出现了一道声音 是不是一个背着锅的人者 原非日展成音片刻问道 要说实力超群 但一直在下人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顽星古戒 顽星古戒 是一个老资历人者 实力和贡献 很早就达到了上人的等级 但因为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他产生了一些阴影 一直拒绝噤声 原非日展 很欣赏顽星古戒 甚至将自己自创的 A级忍树手里 剑影分身之树船 售给了顽星古戒 不是 要说特点的话 应该是粗眉毛 和绿色紧身衣 木月摇头说道 是麦特代 听住木月的描述 原非日展脑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 麦特代在木叶 也算小有名气 不过是不好的名声 木月点了点头解释道 我也是意外发现的 因为麦特代的孩子 麦特凯 在我这边实习 一次偶然 机会让我发现了 麦特代的真正实力 这就是魏石魔 木月在开始实习后 才进行这一步的原因 有着这样一场身份 改编的过程 更加合理 有幸福力 他掌握了一门 名叫八门盾甲的 强大体术 全力爆发之下 我也不是对手 木月认真编道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一个下人 居然掌握了 我没有听说过的 强大体术 所以 特来和三代木大人 您汇报 听到木月的话 原非日展 微微露出 惊讶神色 那个麦特代 居然练成了 八门盾甲 你不知道也正常 因为八门盾甲 是封印之书 当中的禁术 原非日展解释道 原非日展 停顿了一会一阵 吞云吐雾道 这个禁术 早在战国时期 就存在了 修炼成功之后 威力十分恐怖 二代木火影 曾经集结过一些人 想要打造一支 能够使用 八门盾甲的 忍者队伍 麦特代 也是其中之一 原非日展 没有 亲眼见过 八门盾甲 忍者的力量 不过原非日展 看过八门盾甲 的修炼方法 堪称 力大专飞的极致 要不是牵手 飞尖的 八门盾甲 小队计划 失败的太彻底 他都想搞一个 牵手飞尖 搞得创新很多 什么忍者学校 暗部 一系列的 都是他开创的 但也不是 全部成功了 八门盾甲计划 就是其中 最失败的一个 浪费了人力物力 最后一个 成功修炼者也没有 全部失败 没想到 过去那抹久了 他居然 还没有放弃 而且成功了 原非日展 敢探导 影分身之术 原非日展 结印 分出一个影分身 如果麦特代 真的掌握了 八门盾甲的话 那摩下忍就不合适了 可以晋升未中忍了 原非日展说道 对于三代来说 麦特代 能成功修炼 八门盾甲 就是一个不小的功劳 这证明了 八门盾甲小队计划 是存在可行性的 不过光凭 沐月嘴上说没用 原非日展的 自己去看一眼 不是他不相信 沐月的人品 而是他不相信 沐月的眼力 这可是他老师 都想得到的 八门盾甲认者 看着直接分出 影分身的原非日展 沐月心道 八门盾甲认者 又获利还真不小 这都不用等麦特代来 直接让他和影分身 一起过去 原非日展的影分身 去到了一个 空旷的训练场 而沐月则是 去将麦特代找来测试 由于沐月提前提醒过的原因 麦特代一直待在家里 沐月一去就看见了 我们走吧 三代目想亲自测试一下 代钱贝你的实力 代钱贝你 尽量拿全力去表现 沐月叮嘱道 莫问题 我随时都做好了 燃烧青春的准备 麦特代数起 大拇指露出 闪亮白牙大笑道 此时麦特代心情 有些澎湃 几十年过去了 他都准备 一直当一个万年下人了 没想到 居然还得到了 一个这样的机会 另外 代钱贝你尽量 不要和三代目 聊我的实力 担心麦特代说 露嘴的沐月 再度提醒道 虽然麦特代那边 也知道的 不是全部实力 但也不是现在 能表现出来的等级 放心吧 我知道的 麦特代点头回答道 他不知道 沐月为时魔 要他隐瞒实力 不过麦特代 尊重沐月的选择 也愿意帮忙 接着由沐月带路 两人去到了 原非日展影 分身所在的训练场 第183章 沐月准备的礼物 三代目大人 走到训练场后 沐月和麦特代队 正在看风景的 原非日展打招呼道 原非日展 转身看到 两人脸上露出微笑说道 大呀 我依稀记得 你是当初修炼 八门盾甲 最勤快的一个人 看来你的努力 最终结出了硕果 原非日展说话的时候 捋了捋下八出的小胡子 脸上笑容很是慈祥 像是一个普通老人 为后辈努力 有了收获而高兴 三代目大人 没想到你居然还记得我 麦特代没想到 原非日展还有那段时间的记忆 他还以为原非日展对 他只有万年下人的记忆 哈哈 虽然那时候 还不是火影 但已经在努力 和飞奸老师学习 像带你这样特别的人 我怎么能忘记 原非日展笑呵呵说道 他这话 倒也不全是为了刷好感 他确实记得麦特代 毕竟造型和行为举止 都和普通人有些差异 哈哈 多谢声援 麦特代数起大拇指 大笑助的同时 露出了他那两排洁白牙齿 沐月不得不感叹 身份高好处确实有不少 原非日展的身份 就注定了他刷好感度比较简单 除了他这种穿越者 沐月村内的人 很少有人能抗拒得了 火影的主动清静 早就从飞奸老师那里听说了八门盾甲的强大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亲眼见证 不知道今天带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遗憾 习惯性的 小拉了一手好感度 原非日展 开始说正事 既然是火影大人的遗憾 那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紧门 开 麦特代两手握拳 全身查克拉爆发 怒吼一声 直接开启第六门 全身上下 被绿色的能量笼罩 八门盾甲 本来是要一个门一个门去打开的 得先打开前面的门 才能打开后面的门 但如果对八门盾甲掌控到了 一定境界 就可以直接跳过前面的 直接开启后面的门 麦特代目前的极限 就是跳过前五门 直接开启六门 呼呼 麦特代瞬间爆发出的强大查克拉 引动了气流 将周围的绿草压弯 将袁非日展的黑灰的头发吹动 这是八门盾甲的第六门吗 感受着麦特代身上爆发的威势 袁非日展露出了饶有兴致的神色 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眼睛 能直接看穿 麦特代身体所开启的门 但根据八门盾甲的相关描述 他能判断麦特代 目前处于六门的状态 八门盾甲前五门使用的时候 身体外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变化 从第六门开始 每一门都有变化 第六门的时候 全身充满绿色能量 第七门会有蓝色蒸汽 开启死门之后 则是血色的红色蒸汽 朝我宫来吧 不用留守 袁非日展开口说道 想要测试实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战斗 虽然只是一个影分身 但袁非日展给了很多查克拉 足足给了30%左右的查克拉 麦特代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自从八门盾甲链城以来 他只和穆月交手过 没想到那么快 又可以和三代火影交手 如袁非日展所愿 麦特代没有留守 将六门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对袁非日展发起了进攻 嗖的一声 麦特代瞬间在原地消失 朝着袁非日展一脚踹去 袁非日展脸上表情依然从容 看不出一丝慌张 就在麦特代的腿快要踢到袁非日展身上的时候 袁非日展的身影消失了 让麦特代的攻击落空 速度上确实不错 超过了很多上人了 使用顺身数离去的袁非日展心中暗自点头 一击落空 麦特代并没有灰心 毕竟这可是三代火影 他迅速锁定了袁非日展的位置 继续朝着袁非日展奔去 这一次 麦特代使用的是拳头 强大的拳力作用下仅仅是挥拳就能引动空气 造成冲击波朝着袁非日展冲去 土盾 土流壁 袁非日展迅速结印 吐出大量泥土 形成一道坚硬的岩石墙壁 轰隆 麦特代的拳头狠狠砸到了坚硬岩石墙壁之上 让岩石墙壁出现了晃动 同时也微微裂开 木月看着这一幕没有意外 忍树的强度是看使用者的 如果是八岁卡卡西的土流壁 六门麦特代能一拳轰开 但这是袁非日展的土流壁 能出现裂缝 都是袁非日展默认真 力量也不错 袁非日展看着麦特代的表现 继续点平道 接着袁非日展主动出击 使用顺身术急速 站在土墙之上 然后飞速结印 吐出一阵飓风 面对三代火影这重强者 麦特代不敢有一丝懈怠 见袁非日展有攻击的趋势 立刻闪身离开 接着袁非日展像是炫技一般的 使用各种不同属性的高级忍术 将两人交战的地方变得十分狼狈 交战了接近七分钟左右 袁非日展主动开口道 就到这里吧 接着袁非日展笑着摸了摸胡须说道 八门盾甲果然强大 仅仅是六门 已经足以击败许多上人了 袁非日展知道八门盾甲 真正强大的在于七门和八门 不过这两个代价都很大 开启七门必定受伤 用手处碰一下都会痛的那个级别 开八门更是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 他可以通过六门卖特代的实力 大概推测到八门卖特代的实力 如果开启第八门 也许能在短时间内 有着与我相等的力量 袁非日展心中想到 当然 不是尹分身 是本体全盛世期的他 袁非日展总算明白明白 当时牵手飞奸 想要搞八门盾甲小队的心情了 这要是真的成功了 那么 木叶在战争中 多了一个威慑力十分大的底牌 可以直接对敌方 首领 进行斩首行动 不用派多 派两个八门盾甲忍者 和几个上人就够了 袁非日展此刻 也动了想要培养 八门盾甲忍者的心思 不过眼下还在战争 实际有点不合适 战争时期 无论是做什么 都需要谨慎 但 本来的你 功绩不足以晋升中人 但由于 你是木叶第一个 将八门盾甲 修炼成功的人 完成了飞奸老师的遗愿 所以我特别提拔 你为中人 袁非日一脸正色说道 多谢三代木大人 麦特代右手紧紧握拳 心情十分激动 他很感谢木叶 感谢木叶 愿意帮他创造这模一个机会 他也感谢袁非日展 将他特别提拔 但麦特代觉得 他最需要感激的是自己 是那个没有因为他人风言风语 而动摇的自己 是那个十年如一日 苦练一个体数的自己 是那个相信努力中 有回报的自己 这都是你应得的 袁非日展笑赫赫说道 只能说福或相依 如果不是因为 一直修炼八门盾甲 麦特代也不至于成为 人人嫌弃的万年下人 但不修炼八门盾甲 麦特代不一定能成为多强的忍者 也不会像现在一样 能特别提拔成中忍 带你去火影大楼吧 去领一套中忍的制服 和晋升表 袁非日展说完结印 取消了影分身 让记忆留回本体 木叶下忍和中忍的区别 就是下忍只有护额 而中忍会发一个绿色的忍者马甲 恭喜你 代前辈 木叶一脸微笑 庆贺道 多亏了木叶你的帮助啊 麦特代为木叶竖起大拇指 一脸感激说道 麦特代此时 十分想要将制服 和成为中忍的表格 领回去给麦特凯看 让麦特凯知道 这个好消息 于是 接下来两人迅速赶往火影大楼 原非日展的动作很快 他们去到火影大楼之后 没有等待 就领到了中忍两件套 马甲和晋升表格 中忍之士马甲 是被速封起来的 麦特代想了想 直接撕开了 直接将其中的绿色马甲穿上 这样他一回去 麦特凯就能发现了 不过 当麦特代穿着马甲 拿起表格准备回家的时候 却被木叶给拦住了 带前辈 冒昧地问一句 今天阿凯生日 前辈你给阿凯准备的礼物是什么 木叶拦住麦特代问道 麦特代不知道 从哪掏出一件 他身上的同款绿色紧身衣 大笑着竖起大拇指说道 当然是实惠又好用的紧身衣 木叶算是知道 麦特凯为食魔会在止水生日的时候 送紧身衣了 带前辈 我有一个提议 比如 我们一起写一些体术的修炼新的 交给阿凯 这样 就算出任务的时候 他也能按照上面的经验去修炼 木叶抬了抬眼 竟笑着提议道 精通集和完美集之间 差距很大 他担心到时候会差一些 才能报完美集的技能 所以想到了联合创造送给麦特凯 还是木叶你想的周到 那就按你说的去做 麦特带重重点头说道 这个确实要比送锦身衣要更好 夜晚 麦特凯家 此时木叶的弟子已经基本到齐 代图 野园灵 池水 卡卡西都到了麦特凯的家里 哎 木叶老师去哪里了 怎么还没有来 都七点多了 代图看了一眼 时间挠了挠头 有些不理解 木叶老师莫来 一定有他的原因 职水露出思考神色说道 塔卡西看了一眼职水 职水是他这里面唯一不熟的人 不过他记得 以前职水和麦特凯 有在一起跑步 应该是麦特凯 在忍者学校的朋友 难道也是碰到 麦露的老奶奶了吗 代图以几多人推测道 应该不是吧 就算碰到五个老奶奶 木叶老师也可以用影分身帮助 然后本体回来 野员林认为 木叶应该不会因为这一点迟到 也许是和我爸爸 去做什么事情了 麦特凯回忆了一下 昨天麦特代的话说道 麦特代也没有出现 他感觉两人应该是在一起 就是不知道那个很厉害 很青春的事情是什么 我回来了 麦特代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传入所有人的耳朵之中 第184章 激动的麦特凯 麦特代和木叶一起走入屋内 爸爸 欢迎回家 麦特凯出声说道 当他看线走进来的麦特代样子的时候 愣了一下 麦特代绿上加绿了 不对 是穿上了绿色的中忍马甲 这个还是很好认的 因为麦特代平时就只穿绿色紧身衣 身上多了一件马甲 一眼就能看出来 爸爸 难道你说的那个非常厉害 非常青春的事情是 麦特凯说着 眼睛逐渐变得越来越亮 声音也越来越激动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一个令他万分高兴的可能性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麦特代哈哈大笑说道 麦特代对自己竖起大拇指 露出洁白的两形牙齿 爽朗大笑对麦特凯说道 现在的我不是木叶下人麦特代 而是木叶中忍麦特代 爸爸 你终于进身位中忍了 没有人再能说你是万年下人了 麦特凯激动的直接上前抱住麦特代 麦特代也抱住了麦特凯 两人都高兴的泪流满面 看起来十分激动 麦特凯高兴的是 以后再也没有人能说 他父亲是万年下人了 而麦特代高兴的是 自己能给予麦特凯更多支持了 代土挠了挠头 有些理解不了这个画面 在代土的认知之中 中忍也不算很厉害吧 卡卡西六岁就成为中忍了 不过 代土还是能感受到 麦特凯与麦特代这对父子感情很好 池水望着这副父子情深的样子 想到了那把贴身携带的短刃 倒也没有太过羡慕 卡卡西是最能体会麦特代中忍意义的 他和麦特凯认识得很早 在去查看入学成绩的时候 白牙就看出麦特凯的潜力 说卡卡西可以和麦特凯做朋友 以后 麦特凯也许能超越卡卡西 所以卡卡西对麦特凯家里的情况 什么万年下人的言论不攻自破 麦特凯心中的高兴与激动 可想而知 凯 你要多感谢一下穆月老师 这次能晋升多亏了穆月老师 麦特代手放到麦特凯的肩膀上 认真说到 穆月对他们一家的帮助 着实不小 不说帮他引荐到三代火影那边 和赠送密钥的事情 光是作为麦特凯的老师 穆月在这方面已经做到极致了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嗯 穆月老师 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真的很感激 麦特凯激动地又流出眼泪说道 回想和穆月认识到现在 麦特凯有时候 都会有重不现实的梦幻感 从穆月身上 麦特凯是真的能感受到 那种和麦特带类似的感情 都是无条件对他好 也不谋求回报 只需要他成长 就会很开心 但麦特凯没想到 穆月能做到这一步 甚至还帮他这父亲晋升 摆脱万年下人的身份 这超出了麦特凯的意料 他认为穆月已经对他够好了 颜值呼吸 这重强大晋术 毫不吝啬地教他 每个月都有消除疲劳和暗伤的密钥免费吃 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麦特凯自然不会有丝毫的不满 在他心中 穆月一直是仅次于麦特带的存在 但穆月这次帮麦特带晋升 让麦特凯更深层次领悟到了 穆月对他的好 虽然穆月此刻还没有送出礼物 但麦特凯认为他已经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他感受到了穆月的心意 也是带前辈自己有实力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穆月微笑说道 然后拿出方巾 为麦特凯擦掉了眼泪 这种事情他平时不会做 因为感觉有些过了 但这个时间这个气氛却是正好 毕竟是无所不能的穆月仙人 带土黑笑说道 然后拿出了一件绿色紧身衣递给麦特凯 这是礼物哦 我特意找人定做的紧身衣 前面胸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凯字 麦特凯接过紧身衣 然后展开一看 果然如带土所说 正面胸口的地方绣着一个凯字 带土 很有品味吗 麦特凯对带土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他很满意带土的这个礼物 想着阿凯你 天天穿紧身衣应该会比较喜欢 带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是我画的画 也圆灵温柔笑着送出了他的礼物 麦特凯接过画人真看了起来 画中是他们平时在森林修炼的场景 不止有麦特凯也有其他人 麦特凯在举着石头锻炼身上流着大汗 直水正在一脸认真修炼火盾 前方是一个大火球 而带土是捂着脑袋说着什么 木月还保持着双指并拢的状态 总体布局看起来十分温馨 哈哈 画得真好 带土被敲的神态和平时一模一样 麦特凯大笑说道 啊 什么被敲 带土好奇探头看去 看好看到自己被敲的那一部分 怎么他们都在修炼就被敲啊 小林你对我误会太深 带土一脸心痛说道 感觉这样会更有意思一点呢 野员林无嘴倾笑回答道 直水送给麦特凯的是锻炼用的负重忍惧 而卡卡西则是送了几颗修炼密钥 这是我和你父亲一起写的体术修炼感悟 哪怕以后我们都不在身边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笔记上面的经验去修行 木月微笑着将一个本子交给了麦特凯 凯 你的青春正在不断向前 麦特带大笑着鼓励道 麦特凯重重点头 这时微风袭来 将本子吹得摊开 麦特凯看到了里面关于八门钝甲 和颜值呼吸的各种经验 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笔记 麦特凯脑中出现了两人一起 名思苦想和李书写感悟的场景 再度流出了高兴激动的泪水 木月老师 爸爸 谢谢你们的礼物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木月露出河西笑容 爆金矿了 第185章 新的完美级技能 弟子麦特凯信任等级提升 档前信任等级4 你赠送了弟子体术 修炼感悟合级 弟子万分感激 奖励超级暴击 获得奖励 武装色霸气 完美级 和池水那次比奖励稍微少了一点 但也可以理解 毕竟麦特凯也不是与之波一族 情绪激动了也不可能开眼增加实力 不过总体收获木月还是很满意的 麦特凯信任等级拉满了 以后增长的查克拉和纸水一样是4倍收益 而且还收获了一个完美级技能 完美级技能含金量是很高的 原飞日展其他不说 实力上墨月是认可的 那密密麻麻的技能库 即便如此 原飞日展也只有一个组合忍数的技能 接近完美级 而且 这个完美级技能 居然还是隔壁强者必备的武装色霸气 这就更好了 根据目前得到的一些系统本土化技能 墨月推测系统对技能进行本土化 会参考技能在原世界的强度 比如鬼灭之中的呼吸法 不会呼吸法根本无法对抗鬼 重要性可想而知 所以 呼吸法本土化之后 基本上都是竞数水平 而替合纸枪这样等级的技能 在本土虽然还行 但说不上太重要 所以 系统本土化之后 也只是还算优秀的体数 要说多重要也没有 大量和武装色霸气相关的修炼技艺 不断在墨月脑中涌现 他彷復像是一瞬间 修炼了这个技能击十年一样 得到修炼技艺之后 墨月立刻判断这是一个超级实用的 英顿秘书 武装色霸气本土化之后 属于英顿 霸气的强度和使用者的精神强度 以及查克拉强度有关 入门的武装色霸气 可以通过使用硬化 也就是通过英顿性质变画质 造出一层黑色的物质 覆盖在身体的任意部位 既可以增强防御 还可以增加攻击力 也可以加持在苦无手里剑上面 熟练之后 可以将武装色缠绕和外放 缠绕是指将特殊的武装色查克拉 缠绕在四肢增强力量 可以和硬化一起叠加使用 而外放是将武装色的英顿查克拉 直接是放出去 像是火炖土火水炖土水那样 达到精通级的武装色霸气则 是有着对身上霸气的绝对控制 可以将霸气集中在某一点 打造极致防御或者是极致攻击 至于完美集 则是全面提升霸气的质量 只要查克拉管够 硬的忍术打不动 霸气加持下去 一拳天崩地裂 在脑中回忆了一遍霸气的使用方法 穆月甚至感觉麦特凯都可以学一学看 虽然是秘书 但武装色霸气属于那重力大砖飞的类型 精通之前没有精细操作 穆月觉得麦特凯也学不到精通级 以凯的忍术天赋 哪怕他有教授技能 也很难带到精通级 入门就算成功 熟练就算赚了 反正麦特凯开八门之后 别的不多就查克拉多 直接查克拉猛贯 全身高强度武装色 又硬输出又高 哪怕是只能使用硬化 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强了 穆月心中想到 开八门之后 无法使用的根本原因是 查克拉太过狂暴 无法达成使用忍术的标准 但这个武装色霸气秘术怎么说呢 他不算是具体的忍术 是一种查克拉的运用方法 拿奈良一族的影子秘术做例子 核心也是英顿性质变化 而影子模仿术 影风 影次术这些就是具体忍术 穆月不需要麦特凯将霸气 用出花用成忍术 他只要麦特凯能用初印花来就行 不过穆月也不敢确定能不能成功 毕竟还没有进行过实验 只是感觉有机会成功 所有人送完礼物 然后就是吹蛋糕 许愿等等一系列流程了 我的生日是2月10号 只有一个月多了 到时候 大家也一起来啊 吃蛋糕的时候 袋土憨笑提醒道 现在还是阿凯的生日 袋土你也太心急了 叶元凌有些无奈说道 在庆祝别人生日的时候 宣传自己的生日 估计也只有袋土能做出来了 嘿嘿 看着大家都那么开心 就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 袋土黑笑道 袋土期待 穆月也挺期待的 毕竟能这样狠狠 报奖励的机会可不多 报袋土经闭穆月 感觉是要比麦特凯 稍微容易一点的 虽然两者和纸水比起来 都不是太缺长辈关爱 但细分起来 也有很大区别 因为麦特凯是父亲 而袋土是奶奶 袋土虽然乐于助人 但也不是 就所有人一视同仁了 恰恰相反 袋土是那种你对我越好 我对你感情越深厚的那种人 袋土在原著当中 看现也袁林死去之后 直接黑化成神经病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也袁林真是从袋土 还没上学的时候 就开始照顾他 入学时候 袋土迟到 是也袁林给袋土 送的入学资料 之后也是各种照顾 一路照顾到他 死在与之波般的阴谋下 所以 袋土的大爆计划 沐月是准备从一开始 就让袋土 看见他对袋土生日的认真 准备礼物时的细致 以及对袋土 无微不至的关心 不要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迟到了就好 卡卡西淡淡说道 你才会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迟到 袋土反驳道 然后想起了 自己还没和野员 林说卡卡西任务掉链子的事情 小林啊 我和你说 你别看卡卡西是中人 我和阿凯 还是实习忍者 实际上做任务的时候 卡卡西还没我们靠谱 当时我们进入田之国之后 遭遇了敌人 我拖住了敌方 一个强大忍者 阿凯努力在保护委托人 只有卡卡西 在当沐月老师的累赘 被控制的原地不能动 袋土抓住机会 就是疯狂诋毁 把野袁林听得一愣一愣的 卡卡西的脸黑了下来 控他那个敌人的实力 袋土是一点都不说啊 反而还说 自己面对的人者有多强 既然袋土这样 家带私货 那卡卡西也就不客气了 回忆着当时各种细节 狠狠攻击袋土 屋内一下子 就变得更加热闹了 到了结束的时候 卡卡西和袋土 还在用语言复盘那场战斗 互相寻找对方拉胯的点 而沐月 则是一个人去到了南静森林 试验自己的新想法 第186章 武装色霸气的可能性 沐月悄然去到森林深处 一路走过来 一直保持着白眼的开启 确认自己周围 没有其他忍者 沐月首先是测试了一下 没有开启八门盾甲时候 使用武装色霸气 将查克拉凝聚在手部 然后迅速进行性质变化 伴随着查克拉的使用 沐月的右手手掌上 迅速被一层黑色的物质覆盖 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个黑色手套 沐月左手拿出一把苦无 用力地朝着右手扎去 当 苦无碰到被武装色覆盖的手掌之后 猛的一阵像是刺到了某个无比坚硬的物品 无法进入一分一毫 沐月左手查克拉击发 为苦无附上雷顿的力量 大幅度提升苦无的威力 滋滋滋 闪耀的蓝色闪电 将沐月的手掌包裹住 不断轰击着沐月那被武装色覆盖的手掌 不过那一层漆黑的物质 虽然可能和纸一样 博弹却有着无比强大的防御力 人凭雷顿池蓄电机了几分钟 也没有任何事情 武装色硬化的防御力很可观 沐月点了点头 认可了这个火影本土化武装色霸气的防御力 沐月其实还掌握了一个 和武装色硬化有点像的人数 一个叫土盾 土毛的忍数 这个忍数能让身体硬化 增强防御力和攻击力 沐月将土毛和武装色强度对比了一下 发现土毛的上限远低于武装色霸气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又或者是泛用性 土毛只有和硬化类似的能力 还不能加持在武器上 也没办法和霸气一样还能远超攻击 土毛唯一的优点就是能和武装色一起用 两个不冲突 不过沐月感觉没有必要 单凭武装色已经够硬了 再用土毛防御力就一出了 太浪费查克拉了 就在用雷顿苦无测试完防御力之后 沐月又分出影 分身使用伟案来劈他 沐月用武装色保护好手臂 直接张开手掌 硬抗下了完整的伟案 伟案的输出能力 那自然是不用说 这代表了 他基本可以无视大部分的人数了 当然 沐月也不可能以后战斗 直接硬吃所有人数 真当武装色不需要查克拉呀 沐月尝试想要将武装色 发挥到极致 结果发现用了一万点查克拉 去用武装色霸气硬化 缠绕拳头都还远远没到极限 沐月想了想 一万点查克拉的一拳 最终还是没有挥出去 取消掉了 在沐月内 还是要低调一点 等下动静太大吧 按部惹来就不好了 接着沐月测试了一下武装色强化武器的效果 他选择的是一把制式手里剑 沐月将封刃触 附上漆黑的武装色霸气的手里剑 朝着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头甩去 武装色手里剑轻松 僵石头罐穿 甚至连石头身后的树也穿透 展现出了不俗的穿透力 不过霸气那消耗的 查克拉让沐月感觉这个的 当忍树一样捏着用 不然随便甩出一堆 加持武装色霸气的手里剑 得多少查克拉才能这样走 由于之前测试出土毛 可以和武装色霸气一起使用 沐月接下来尝试着用武装色霸气 来强化人数 沐月首先测试了雷盾 他使用千鸟的同时 也进行阴盾性质变化 使用武装色霸气 让武装色霸气缠绕在千鸟之上 由武装色加持的千鸟 不再是纯粹的蓝色闪电 而是变成了黑蓝色的闪电 看上去有些诡异 得到武装色加持的千鸟 威力大增 破坏力变得十分恐怖 黑色雷电所处碰到的东西 全部被破坏 也不是所有的人数 都可以被武装色强化 沐月测试完后 发现能强化的人数是少部分 大部分人数都不合适 尤其是火风水 适合武装色强化的 要模式手里拿着的 要模就是小而惊悍的那种人数 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发现 代表着沐月的输出上限又增加了 它的爆发变得更强 此外 沐月还测试了武装色霸气 能不能和呼吸法的斑纹兼容 挨个测试了一下 都没有问题 开门 开 最后 沐月开启八门盾甲 尝试着能不能在开启八门的情况下使用霸气 沐月再度在手部凝聚查克拉 很快 手掌就被武装色霸气覆盖 沐月没有太大意外 八门盾甲是开启的门越多 查克拉越狂暴 在第一门的状态下 它甚至甚至能用出忍术 修门 开 升门 开 沐月一口气开启两门 瞬间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查克拉 开始变得不受控制 在第三门的状态下 沐月已经没办法使用忍术了 因为查克拉太难控制 早有准备的沐月也没有在意这一点 既然没办法进行精细操作 那就不操作了 沐月爆发全身查克拉使用武装色霸气 漆黑的霸气瞬间覆盖了沐月全身 让沐月看起来像是穿了一件密不透风的黑色盔甲 沐月能感受到体内的查克拉在快速消耗 全身使用武装色霸气的消耗远比手掌或者是一个手臂高的多 如果要保证武装色的强度 消耗就更大了 对沐月来说 全身武装色是很不值得的 遇到大部分忍术可以切换雷之呼吸爆发跑路 所消耗的查克拉远低于全身武装色硬抗的消耗 但麦特凯不一样 巴门盾甲开门所提升的巨量查克拉麦特凯根本用不完 而且它的攻击手段只有体数 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贴脸战斗 全身武装色能很好保护身体 所有项目测试完之后 沐月得出结论 武装色霸器能在巴门盾甲状态下使用 但也别想什么集中一点增强力量 只硬化手臂了 药膜就是用不出来 用了就是全身覆盖 根本没办法控制具体部位 而且也没办法用武装色强化武器 就只能用武装色硬化腹败败自己身体 沐月只能说巴门盾甲加武装色霸器是极致的力大专飞 根本没有操作可言 沐月还尝试了巴门盾甲加盐之呼吸斑纹加武装色霸器 那查克拉的消耗直接让沐月进入不到三秒 就迅速主动退出 查克拉的消耗太夸张了 他这三门的巴门盾甲根本顶不住 沐月宁愿只用巴门盾甲加盐之呼吸 或者说只有巴门盾甲加武装色霸器 虽然实力弱一些 但更加持久 不知道麦特凯多久才能学会 武装色霸器精通之前虽然是力大专飞的类型 但鹰盾的难度可是要比武大基础性质要更难 沐月感觉让麦特凯入门武装色霸器 可能比颜值呼吸都难上击倍 颜值呼吸虽然难 但和麦特凯的性格很契合 而且颜值呼吸算是体数 武装色霸器就不一样了 这是实打实的鹰盾秘术 需要学会英顿性质变化的 麦特凯虽然不像小李一样 完全学不了忍数 但那个忍数天赋 也只能说是惨不忍睹 沐月之前教麦特凯尹分身属实 有点麻辣 止水一次学会的忍数 麦特凯花了一个月时间 也莫让尹分身的熟练度达到40以上 这可是在有着教授技能加持的情况下 后面沐月干脆让麦特凯不要学了 反正尹分身对麦特凯意义不大 面对这样的麦特凯 即便是教授技能已经升级过一次 他自身的英顿性质变化熟练度不低 且有着完美级霸气 沐月感觉将麦特凯的武装色霸气交道入门 还是很不容易 时间可能得按年来算 第187章 教导秘术 4 6K 清晨 沐月像往常那样和弟子们在训练场会合 这几天我们就不做任务了 专心修炼提升实力 沐月站在带土卡卡西等弟子面前开口说道 地级任务收益持续降低 再加上新获得了武装色霸气这重强大的秘书 让沐月决定让学生们专心修炼一段时间 沐月很快就接着说道 今天我们就不在训练场修炼了 换一个地方修炼 现在和卡卡西建立起了初步的信任 沐月准备将修炼地点再度改为南境森林 自从沐月开始代识牺牲之后 野员灵和止水就没有再吃到过教授加成了 都是影分身在教 既然都是修炼 那沐月肯定争取收益最大化 大家一起教 一起接受教授技能的增益 卡卡西对此没有意见 忍者的各项训练本来就需要在不同地方修炼 所以沐月才会弄纳摩多训练场 就是为了给忍者提供全面的修炼场所 要去什么地方修炼啊 村外吗 是不是要教什么新的强大人数了 代徒眼神闪烁着好奇目光问道 不是村外 是南境森林那边 不过确实有一个秘书要教给你们 沐月回答道 是什么样的秘书 是之前沐月老师你用的那个火盾吗 代徒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起来 不是火盾 沐月摇了摇头 代徒兴趣少了一些 不过依然兴奋 毕竟沐月说你们了 那他应该也是可以学的 秘书 卡卡西查觉到沐月画中的要素 所谓秘书 就是保密程度很高的人数 一般能被称之为秘书的人数都很不简单 毕竟要是不降也不用保密了 沐月有着不少忍者家族都传承着秘书 最出名的就是朱露蝶 不过与其说忍者家族更容易有秘书 倒不如说有秘书更容易形成忍者家族 如果他将其木朔帽传给他的刀法 练到其木朔帽一样的境界 然后再传给下一代 久而久之也算秘书了 卡卡西有点好奇沐月的秘书是哪来的 也没有听说有宇生这个姓氏 有着实力很降的人者 难道是沐月老是自创的 卡卡西内心出现一个猜想 这不无可能 因为沐月实力真的是深不可测 上次遭遇战的敌人 已经算是战力不弱 但沐月都不需要太认真 就能轻松解决 甚至还能留几个中人给他们练手 在卡卡西心中 沐月的实力 就算没有到达三人那个程度 也相差不远 以沐月的年龄来说 这已经是超级天才了 这重实力 这种年龄 就算开发出一门 足以撑起一个忍足的秘书 卡卡西也不会太惊讶 秘书 我要学吗 麦特凯挠了挠头 对沐月问道 虽然麦特凯很自信 但他是对自己的努力和毅力有自信 忍术天赋方面 麦特凯还是尊重事实的 他忍术天赋 确实一言难尽 这方面他承认 要是忍术天赋可以 他就不用专精体术了 要学 而且必须学会 对你以后很重要 和颜之呼吸一样重要 沐月认真说道 对于专精体术的麦特凯来说 武装色霸气太重要了 哪怕只是入门 就是提升自身上限 沐月这样说 麦特凯瞬间领悟到了 那个未知秘书的重要性 已经将颜之呼吸入门的 麦特凯清楚 颜之呼吸对他帮助有多大 更将的训练效果 更将的爆发力 而且 还可以和八门盾甲配合使用 接着沐月带着弟子们 转移阵地去到了南静森林修炼 沐月等人到的时候 纸水和野原灵 已经在影分身的指导下 开始修炼了 沐月老师 纸水很快就发现了 没有隐藏踪迹的机人 停下修炼和沐月打招呼道 沐月点头微笑回应 正在练习怪力的野原灵 听到纸水声音 也发现了沐月等人 一拳把他正在练习的 大树打断之后 也露出温柔笑容 和沐月等人打招呼 听住野原灵 伴随着大树倒地 轰隆声的早上好 望着那倒下的大树 和野原灵挥手伸出的细胳膊 卡卡西瞳孔缩了缩 小灵的力量 原来这磨大吗 卡卡西回忆了一下 上学时候的记忆 发现并没有 和这个相关的记忆 和惊讶的卡卡西不同 带土已经有些习惯 看得多了 也就觉得正常了 小灵 早上好啊 带土憨笑着 和野原灵打招呼道 刚刚那下 很青春吗 麦特凯对野原灵 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进度还不错 不过还有不少地方 可以改进一下 沐月点了点头 然后指点了一下野原灵 认真听讲的野原灵脑钟 很快就在脑中 将沐月的话形成画面 在脑中进行怪力的预演 之前许多想不明白的 点有了新的想法 谢谢沐月老师 感觉一下子就清晰了很多 野原灵回忆着 刚刚灵感迸发的记忆 眼睛都明亮了几分 连忙对沐月到泄然后 继续修炼 卡卡西望着这一幕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从一开始 她就觉得奇怪 止水教沐月老师 这一点没有什么 因为沐月是忍者学校老师 但这里 还有这两个沐月的影分身 就很奇怪了 村内修炼 不至于说 还提前派两个影 分身探路 毕竟在奶训练 肯定都是提前想好的 不是拍下脑袋就决定的 看沐月 教野原灵的熟练样子 再加上野原灵的表现 卡卡西心中的疑惑就解开了 止水河野原灵 应该是沐月额外收的弟子 所以 沐月带着他们 过来一起修炼 卡卡西心中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猜想 也许戴土和麦特凯 也是早就 成为了沐月的弟子 所以 才实力突飞猛进 毕竟两方都是在忍者学校 也许沐月就看他们顺眼 所以就教了 止水 你先暂时放下手上的修炼 我今天要教一个秘书 沐月叫停了止水的修炼 止水 已经开启了血轮眼 有着血轮眼的加持 学习和英顿有关 霸气简直的添毒后 原本继续修炼的止水 立刻停下了修炼 走到沐月本体这边来 野原灵沐月 暂时没有让他学霸气的打算 目前 野原灵的修炼项 沐已经够他练很久了 掌仙术怪力 查克拉手术刀 等那些修炼的差不多了 野原灵就可以学霸气了 因为野原灵就算现在 学会了霸气也没有用 查克拉不够用 野原灵是沐月弟子当中 查克拉最少的一个 目前查克拉只有700 查克拉不多 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他查克拉量 本来就不太多 沐月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远低于麦特凯和戴土 还有就是野原灵成为弟子 比戴土他们晚了一个学期 也没有适合他的呼吸法 之所以教其他人 麦特凯是因为 学会以后能有质变提升 而且 麦特凯学得慢 早学早会 直水已经开起血轮眼 而且 本身天赋比较好 学得会很快 而且 直水手里间苦物都狠得很溜 戴土的话 也是与之波池早开眼 目前也没有比武装色霸气 收益更高的技能了 卡卡西 也是自身天赋比较好 可能会学得很快 而且 卡卡西的战斗方式 学会武装色霸气之后 能有很大提升 前期查克拉不够的时候 可以不用霸气 加持忍数 只加强白牙短刃就行 攻击能力能提升很多 我要教你们的 这个秘书名为武装色霸气 穆月开口介绍道 听住这个极其陌生的秘书名字 卡卡西更加确信 这是穆月自己开发的秘书 你们应该都知道 除了火盾水盾 那五个基础性质变化之外 还有名为阴阳的 特殊查克拉性质变化 这个武装色霸气 就属于其中的阴盾 麦特凯已经开始发猛了 五大基础性质 他都感觉像是天书 这特殊查克拉性质变化 是得有多难 直水一脸淡然 他已经掌握阴盾了 而且水平还不错 不完全是血轮眼的功劳 他之前就有再和穆月学习幻术 哇 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名字就带着霸气 带土有点期待 这个忍术的具体效果是什么 穆月将查克拉 集中在右手的手臂 很快 整个手臂迅速变黑 像是穿了漆黑的盔甲一般 武装色霸气 能通过阴顿性质变化质 造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查克拉 可以附在人的身上 大幅度提升防御能力 和攻击能力 穆月继续介绍道 止水 你拿苦物来扎一下我的手臂试一试 穆月准备演示 武装色霸气的实际效果 止水眼中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 不过 出于对穆月的信任 他从忍具包中拿出苦物 走到了穆月的面前 对着穆月 那被为之漆黑物质覆盖的手臂 迅速扎下 其他三个弟子 集中注意力 看向苦物和即将被刺中的手臂 接着令众人 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锋利的苦物墨能在穆月肩膀上留下半点痕迹 甚至连一个白印都没有 像是没有被攻击过一样 用上全部力气 穆月开口说道 止水点了点头 双手握住苦物猛然刺下 刚刚那一次 让他知道了穆月这个秘书的不简单 所以 止水也就放心了 当 一道金属碰撞声响起 从苦物那传来的巨大反振之力 让止水的手 都忍不住微微颤抖了一下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这次止水确实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而当大家的目光 重新放到穆月手臂上的时候 发现穆月手臂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那光滑漆黑的手臂 在太阳照射下 甚至有些反光 用上查克拉和全集中呼吸继续 穆月继续开口道 忍者用不用查克拉 完全是两回事 嗯 止水回应的同时 迅速改变呼吸节奏 进入颜值呼吸的状态 并且将呼吸集中在集中 以获得最降的力量 有着呼吸法力量的加持 止水在爆发手部 查克拉进一步提升力量 最后全力朝着穆月手臂刺去 棒 苦物刺到穆月手臂之后 众人还没 来得急看穆月手臂有没有受伤 就看现苦物的尖锐处 直接断裂掉到地上 这方玉力也太降了吧 带土望着穆月那依然毫无变化的手臂 眼睛瞪大一脸 不敢置信说道 他感觉要是这个能全身覆盖 那战斗的时候 简直太安全了 根本不用担心受伤 麦特凯明白 穆月为什么说 他必须学会这个秘书了 要是他掌握了这个秘书 以后都不用学武器了 直接用武装色霸气空手 和别人对着干 塔卡西眼神闪烁 他还记得穆月最初的话 是同时提升防御和攻击 他有点好奇等下的攻击演示了 不过穆月并没有就此结束防御力演示 他让学生们退后 然后对止水说道 全力使用凤仙花爪红来攻击我 要说震撼 那当然是得直接连接忍术 火盾 凤仙花爪红 因为穆月说要用全力 止水也就没有使用 那个单手一印的苦无版本 而是进行完整接应燃后 甩出大量手里剑 高速前进的手里 剑处碰到了止水喷出的火焰 瞬间变成了密密麻麻的小火球 这个年纪居然能使用出这种等级的人数 卡卡西看着止水用出的火盾威势 心中十分惊讶 他第一次看到止水是晚上和带土也园林一起散步 那时候带土就说 止水是一个比他还要天才的天才 之前卡卡西并没有把带土的话放在心上 毕竟那是带土说出来的话 但现在卡卡西看了止水施展的火盾之后 能不能比过他不好说 但确实是一个很将的天才 看见火球即将砸来 木月立刻爆发全身 查克拉让武装色霸气覆盖全身 全身都变得漆黑 轰隆隆 小火球不断砸到木月的身上 引发一阵阵爆炸 猛烈的火光将木月的身影彻底盖住 带土努力将眼睛瞪大 希望看穿火光看线里面的木月 可惜没有血轮眼的他 只能看见火中隐约有一个人影 木月像是驱赶蚊虫一般挥了挥手 强大的进风瞬间产生 将爆炸烟雾吹散 露出了他那毫发无损的身体 居然可以轻松正面硬抗火盾忍术 卡卡西看见木月身上漆黑物质 没有任何变化 也露出了惊讶表情 木月能抗下这是卡卡西早就知道的事情 毕竟要是扛不住木月 怎么会让止水出全力 但在卡卡西的设想中 木月的身体应该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在黑色物质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事实上是木月身体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当木月取消武装色霸气之后 可以看见连衣服都没有任何受到任何损伤 要知道 这可是既有着手里剑锋利 又有着火焰高温的火盾 卡卡西感觉这个忍术 要是打在普通人身上 能直接把人打炸 太帅了 这就是我想学的忍术啊 带徒望着木月周身落下的手里剑 和毫发无损的木月也瞬间兴奋了起来 脑中出现了一段幻想 他和野原灵在执行任务 野原灵遭受偷袭 他开启武装色霸气帮野原灵抵挡攻击 然后还能毫发无损地问野原灵有没有受伤 小灵肯定也会被我摔倒吧 带徒想助野原灵的崇拜 望向他的表情 露出了傻笑 这就是武装色霸气的防御能力 只要你霸气够强 哪怕是忍术也能正面抵挡 木月笑着说道 当然 你们没有掌控到一定境界之前 别像我一样 全身使用武装色硬抗忍术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实力远超你们 木月提醒了一句 全身武装色除了八门盾甲这种 没办法的特殊情况 正常情况下木月是不推荐的 集中一点登峰造极 才是武装色的正确开发路线 你们都到我后面来 离得远一点 我要施展攻击了 木月接着说道 他消耗查克拉制造武装色霸气 然后将武装色霸气 开始凝聚到拳头上 准备来一记 朴实无华的直拳 四个弟子都全神贯注地 盯着木月的拳头 好奇武装色霸气 加持攻击能有多强 第188章 武装一拳 此时正值1月初期 正是一年中最冷的一个时期 不过清晨的寒风 无法阻挡忍者的修炼热情 众弟子眼睛随着木月的手臂挥动而动 脸声摒弃地望着木月出拳 担心发出动静 影响到木月发挥 木月没有使用其他的能力 他只是将大量的查克拉 转化为武装色霸气将拳头硬化 将霸气缠绕在拳头上 他瞄准了不远处的河边 将在武装色霸气覆盖之下 如同铁拳一般的拳头 猛地朝前方一挥 呼呼 就在木月挥动拳头之际 狂风突起 塔卡西能感受到 静风在耳边呼啸 树叶被狂风吹打得哗哗作响 如同咒语即将到来的预告 轰隆隆 下一个瞬间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好似空气都被打炸了一般 拳头挥动造成的冲击波顺间 将木月前方的大树纷纷打得断裂倒下 就连后方的植水等人也被强大冲击的鱼威波及的有些站不稳 得用查克拉吸附地面才行 好夸张的拳链 卡卡西用手挡住大风吹来的各种木屑树叶 眯着眼看着冲击波一路摧毁沿途一切 脸上是控制不住的震惊神色 卡卡西见识比带土他们要多 但这场面他还真没见过 麦特凯看着木月仅仅是挥出一拳 就有着如此恐怖的破坏力 更是心中兴奋不已 要知道木月又没有使用八门盾甲 又没有用呼吸法 这要是都一起用上 一拳起不是直接能把整个南境森林给打穿 攻击和防御同样优秀 如果能够掌握 比赛多学几个火盾人数要重要很多 植水心中判断道 毫无疑问 武装色霸气的重要程度能和呼吸法比拟了 木月仙人保佑 让我修炼武装色霸气和研制呼吸一样顺利 带土心中已经开始祈祷 能顺利学会武装色霸气了 将沿途树木摧毁殆尽之后 强大的冲击没入了河中 砰的一声巨响 河水不断炸起 大量的河水 以及其中的各种河仙被炸得飞起 原本正在修炼的野猿灵都暂时停下 好奇的招木月那边看了一眼 木月对自己的控制力还算满意 这样的攻击在外面很显眼 但是放到足足占据了木叶灵土30%的南京森林 来说只是一个小动静 除了选择强化自己的身体 你们也可以使用武装色 硬化你们的武器 木月将拳头上的武装色取消 掏出了一把苦屋 在苦屋的锋刃处 附上了硬化的武装色霸气 同时将武装色霸气的力量 缠绕在了苦屋上 木月很随意地挑选了附近的一块石头 将苦屋甩去 羞的一声苦屋飞快朝着石头刺去 再触碰到石头的瞬间 直接将石头打炸 好万能的秘书 卡卡西忍不住感叹道 本来以为攻击防御强大 已经很降了 没想到居然还能加持在武器上 卡卡西感觉这个秘书 很适合他那块准狠的刀法 本就锋利的白牙短刃 在得到武装色霸气的强化 那强度让卡卡西感觉 不敢点印东西都浪费了 对此 麦特凯没有太大感觉 他手里竟玩得不太好 苦屋也很少拿出来用 基本上战斗都是靠拳脚 止水倒是眼睛一亮 感觉木月送的那把短刃 要派上大用场了 只要你们将秘书的水平修炼高了 能强化的东西其实很多 哪怕是忍术也可以做到 说着木月伸出了手 将大量查克拉集中在一起 进行雷顿查克拉性质变化 接着闪耀的紫色闪电 便出现在了木月的手中 木月让卡卡西召唤出了土流壁 木月用紫电将土流壁打得破碎 破坏完土流壁之后 木月让卡卡西再使用土盾召唤土墙 这一次木月就不是使用普通紫电 而是由武装色霸气强化的武装雷顿紫电 轰轰 在破坏力恐怖的黑紫色雷电的攻击下 宽大厚实的土墙瞬间被瓦解 只留下一地黑胶色泥石 虽然两次紫电都表现出了不俗的威力 但四个弟子还是能明显感觉到 加持了武装色霸气的紫电威力更加强大 这个秘书也太降了吧 连忍术都能强化 学会了 岂不是直接整体实力发生质变 带徒感觉木月星教的这个霸气秘书强度太夸张了 呼吸法虽然强 但颜值呼吸只能增强火盾 颜值呼吸也只是增强身体能力方面比较出众 而武装色霸气就不一样 防御力上能硬抗忍术 攻击力上一拳打出去堪比忍术 还能强化武器和忍术 学了确实能增强很多实力 但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夸张 木月摇了摇头说道 首先一点是 武装色并不能强化所有忍术 像是好火球这种火盾就很难强化 然后用武装色强化忍术的查克拉 消耗并不小 在战斗中频繁使用武装色强化忍术会 消耗大量的查克拉 戴图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武装色虽然强 但这玩意可是烧查克拉的 不是查敦拉的话 可架不住这样烧 尤其是木月这种一堆高熟练度技能的 他感觉自己查克拉到了20万 可能都不够烧 高熟练度的性质变化能一口气转化 很多查克拉 各个呼吸法的斑纹 也是查克拉消耗大户 现在又多了完美集武装色霸气这样的无底洞 啊 火盾不行吗 带土挠了挠头 一下子感觉武装色霸气不超标了 不是火盾不行 而是大部分火盾不行 木月纠正道 接下来除了止水 你们三个要学习阴盾的性质变化 木月开始安排接下来的训练 大部分忍者们天生有着一个查克拉属性 但这不代表忍者就无法掌握天生属性之外的查克拉性质变化了 只是去学习那个天生属性的性质变化会比较快 上限也比较高 当然 也有特例 多一个属性和少一个属性都有可能 比如说小李一个查克拉属性都没有 而木月给麦特凯测试查克拉属性的时候 发现麦特凯有两种天生属性 一个是雷 一个是火 麦特凯虽然有两个天生属性 但也和小李没有属性差不多 学忍术太费劲了 有那功夫不如多花些时间去锻炼体魄 阴阳两种属性无法通过查克拉试纸测试出来 木月直接开始教了 不过 为了刷今天的兽图返还奖励 木月选择先本体叫纸水舞装色霸气 分身教卡卡西三人英顿查克拉性质变化 英顿的本质是依靠精神力量创行于无 可以说使用英顿的核心就是精神力量 木月解释道 火影中如果看到比教诡异难以理解的人数 那就可能和英顿沾边了 因为英顿主打的就是无中生有 伴随着木月逐渐讲下去 麦特凯开始犯迷糊了 木月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 但是连起来之后 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哎呀 好难啊 袋土抓了抓头发 感觉和火盾查克拉性质变化 比起来英顿的查克拉性质变化时 再难以捉摸 原来是这样 比起五大性质来说 确实有些特殊 卡卡西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开始逐渐了解英顿了 这时候 三人忍术天赋上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虽然潜力都是S级 但袋土和麦特凯 在忍术方面的学习能力远低于卡卡西 虽然适应分身木月 但英顿的熟练度和教学水平是实打实的 只是没有教授技能加持 另一边 木月本体也开始进行武装色的正式教授 武装色霸气是英顿忍术 英顿忍术就是通过查克拉和想象来以无画有 修炼武装色霸气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自己的身体上有一个无形的盔甲 然后通过查克拉将盔甲具现出来 木月对纸水说道 无形的盔甲 纸水陷入了沉思 武装色霸气比他想象的要难一些 原本以为有着学习过同位英顿的幻术经验会简单一点 结果开始学习了之后他才发现这两个差别是真的大 不要用学习幻术的经验去套武装色霸气 每一个英顿秘术都有很大的不同 木月看穿了纸水的想法提醒道 英和阳被列为两种特殊的性质变化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火球和好火灭却的区别只是好火灭却的火焰会比较多 大家都能一眼看出这就是火盾 但如果是给一个不知道查克拉性质变化的人 表演一遍影子模仿术以及新转身之术 任凭那个人怎么想也不会想不到 一个控制影子一个入侵脑袋 这两个忍术居然属于同一性质变化 不同的英顿秘术阳顿秘术效果上真的是天差地别 你传授了弟子武装色霸气 由于弟子十分感激奖励大爆击 获得忍术土盾加重严之术 熟练集 爆了一个和止水末杀关系的人术 不过木月也习惯了 受徒返还也不是百分百报和弟子相关的奖励 只是概率会比较高 他还在麦特凯身上爆过水的性质变化呢 而且也算是小包一手了 加重严算是顶级土盾忍术 即可以石化敌人 也能增加敌人重量减缓速度 还可以增强自身重量以提升攻击 至于什么 超加重严之术 那玩意本质上就是竭尽全力去使用加重严之术 不能说是两个忍术 超神罗天职也差不多 如果木月愿意把所有查克拉都凝聚武装色挥出一拳 那也可以取名叫超武装一拳 还有类似的是影分身之术和多重影分身之术 多重影分身之术虽然是竞术 但影分身之术其实用的熟练了 就自动掌握多重影分身了 不过一般人不会用纳摩多查克拉用在影分身上 第189章 教导了一支呼吸 木月本体教了两个小时纸水 就和影分身对调 由本体去教卡卡西三人 分身去教纸水 虽然纸水是潜力最高的大金矿 但木月也不会在教学上面进行偏袒 他会与陆军沾 回到卡卡西他们这边 木月先是用鉴定术 看了一眼卡卡西他们的数据 发现卡卡西和戴土 已经有了英顿的熟练度 不过戴土的熟练度很低 只有一点 而麦特凯则是连一点都还没有 木月没有意外 这在他意料之中 毕竟那可是教授加持下一个月学 不会引分身的麦特凯 有着本体的升级版教授加持 卡卡西的英顿性质变化熟练度 迅速上升 两个小时过去 熟练度一下子就从三点变成了十点 而戴土也从一点变成了三点 至于麦特凯 他在最终终于完成了零的突破 有了一点熟练度 这让木月很欣慰 能练出来熟练度就有着学会的希望 虽然会慢很多 下午的时候 木月没有让麦特凯在修炼性质变化 而是让他去修炼八门盾甲 其实对于现在的麦特凯来说 八门盾甲的修炼才是最重要的 颜值呼吸的斑纹状态 卫视魔放到麦特凯身上会很强 就是因为他能将八门盾甲 修炼高级高的境界 到时候能有大量的查克拉让颜值呼吸去烧 霸气不精准控制 也是消耗查克拉的大户 木月可以说 就算现在麦特凯学会了霸气 也没有太大实战意义 没有八门的话 乃莱纳摩多查克拉给他霍霍 而卡卡西和戴土 下午依然是进行英顿性质变化修炼 性质变化这个东西是学起来简单 但是学经很难 木月看见有一些中人老师也掌握了英顿性质变化 但都只有入门级 而且熟练度都不高 基本上就是学习了一些简单换术的水平 以进度最快的卡卡西去估计 木月感觉卡卡西能在七天左右 将因顿性质变化入门 未入门到入门的熟练度是100点 虽然卡卡西在上午就能一口气增加十点熟练度 但性质变化是越靠后越难涨 不是说每修炼四小时固定涨十点 至于戴土的话 木月感觉可能在20天左右 麦特凯的话 木月就不好估计了 可能得好几个月 下午修炼快结束的时候 木月分出一个影分身前往假期特训的训练场 之前他答应过红豆 他们说有时间去看一眼 他本体确实很忙 得用教授技能去加速学生们学习忍术的速度 脱不开身 但分出一个影分身 还是没有压力的 木月去到训练场的时候 这边也差不多临近解散 学生们都开始休息了 木月扫了一眼 刚好看见正在地上躺视的红豆 于是便走了过去 特训的怎么样了 木月走过去 微笑说道 原本闭眼小气的红豆 听到这熟悉且温暖的声音 瞬间清醒了过来 睁眼确定是木月之后 直接抱住了木月的大腿吐槽道 木月老师 假期特训不能没有你啊 没有你的假期特训 就像是没有草莓的草莓蛋糕 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木月低下身子 揉了揉红豆的小脑袋 把它揪下来 坐在草地上笑着问道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突然就特训 不能没有我了 红豆的声音 也吸引了旁边一些人的注意 由于这次特训人员 和上次没有太大差不多 所以周围学生看到木月 都围了上来 那些老师 根本就没有木月老师 你会叫 教的不行就算了 还硬布置大量的训练任务 要我们去完成 不允许中途休闲 红豆一股脑的 将这些天遇到的不爽 全部和木月说了出来 对啊 虽然有好几个老师 但还不如木月老师 你一个来教呢 旁边学生听到 红豆吐槽 认同的点头说道 学生们觉得很奇怪 上一场特训 大获成功 卫师摩不按照 上次的经验来呢 还要去改变 红豆的话 打开了周边学生的话匣子 许多学生 都说出了自己不满的地方 木月都微笑听住 怎么说呢 他并没有太过意外 这些老师的操作 在他意料之中 木月上次将特训弄好 被三代 提拔成了特别上人 而且 这次特训挑选的老师 也是忍者学校 比较有实力的老师 单独一个人 他们可能不敢去和木月比 但好几个就不一样了 他们会认为 自己机人加起来骑马 也能和木月比得相当 就算不能和木月一样 成为特别上人 那升职加薪 是莫问题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 别说木月身上 有教授技能 就算没有教授技能 木月教学水平 也能吊打那些忍者老师 他身上各种高熟练度技能 可都是有着实在的修炼经验 而且 木月还在上一个世界系统 学习过怎么成为一个老师 无论是忍者之时 还是身为教师的专业性 那些众人老师 都无法和木月相提并论 当他们发现 自己可能做不出成果之后 就开始急了 几个人一起叫结果 还不如木月当初一个人 他们这还是建立在 有木月成功经验基础上 加大训练量 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毕竟 力量总不可能越练越小吧 当众多学生 把木月围成一个圈之后 过来的学生 也就越来越多了 本来是过来看热闹的 一看木月居然来了 那得好好聊一下 学生越多 聚集越快 最后大部分学生 都到木月这边来了 都聚集在一起干嘛 在自己的班级待好 中人老师 也发现了学生们的异常 过来呵斥的 反正也快下课 就让他们自由休息一下吧 木月出声道 中人老师这才发现 坐在学生中间的木月 有很多学生是站住的 挡住了中人老师的视线 原来是木月主任啊 你说的也是 大家都好好休息吧 中人老师露出笑容说道 作为一个教位上进的老师 他是很佩服木月的 入职不到一年 就猛升职 不仅在忍者学校职位 提升了 还直接从中 忍尽升为了特别上人 接着木月和学生们 继续聊天 就算下课了 也有许多学生 没有回家 而是和木月聊 这期的假期特训 我没有办法再加入进来了 因为我也有 其他要负责的工作 至于以后吗 我也不知道 得看三代木大人的安排 我个人是想要 继续带特训的 木月挨个回答着 学生们的问题 等麦特凯他们毕业 木月大概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再去代试习生 毕竟止水到时候 也才两年级 时间还早 我会去和特训老师们 协调一下 看能不能做出一个 更合理的训练计划 木月微笑说道 上次特训结束 学生们给了他一个 不错的惊喜 这众顺手未知的事情 木月不介意去做 木月老师最好了 红豆欢呼道 他决定 要是下次特训老师 不是木月 他就直接不来了 非四年级学生 可以选择不来 次日 上午 还是一样带住卡卡西 带图 麦特凯修炼因 顿性之变化 止水单独修炼 武装色霸气 而下午木月 则是安排起了卡卡西 进行雷之呼吸的修行 之所以不昨天叫 主要是因为 受徒返还一天 只有一次机会 为了多刷个奖励 他就晚一天叫 第190章 麦特凯开门 你觉得我的速度快不快 木月对卡卡西问道 快 卡卡西立刻点头回答道 木月绝对是他见过速度最快的人者 木月爆发真正速度的时候 卡卡西甚至完全看不清 木月在哪 如果你能将我接下来交给你的数修炼好 那魔你也能变得和我一样快 木月笑呵呵说道 卡卡西有着很不错的雷属性查克拉天赋 他目前掌握的呼吸法里 就属雷之呼吸最适合卡卡西 至于卡卡西的反应问题 这个只需要认真修炼就能解决 四代雷影能凭借雷顿查克拉模式 和飞雷神一样快 而且没有反应问题 就是因为用雷顿查克拉活化了神经 雷之呼吸并不比雷顿查克拉模式要差 也能做到同样操作 要是卡卡西实在学不会这个微槽 雷之呼吸也能增强雷顿威力 等到修炼出通透世界一切迎刃而解 我接下来要教你的数族 已被称为禁术 学习难度会很大 你做好心理准备 木月一脸正色提醒道 他得让卡卡西知道他教的东西有多强 让卡卡西抱有感激之心 禁术 卡卡西面露惊讶之色 没想到 他这成为木月弟子半个月不到昨天 刚接触一个秘书 今天又要学习一个禁术 难道其实木月老师认识我的父亲 木月大方地让卡卡西忍不住怀疑 木月是不是和他死去的父亲关系很好 所以才这么照顾他 这高级忍术秘书禁术和C级忍术一样 随便交 他混了好几个队伍 也莫见过这种情况 这门禁术的名称叫做雷之呼吸 核心就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呼吸 强化自身 当你学会了雷之呼吸的全集中呼吸 能够瞬间提升雷属性 查克拉性质变化的速度 同时可以使用雷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活化细胞 增强爆发力 木月介绍道 增强性质变化和活化细胞 卡卡西面照下的脸瞬间就变得无比惊讶 后者的活化细胞他还听过 增强性质变化真是闻所未闻 不过卡卡西听住木月说的话 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和麦特凯还有戴土战斗的时候 他们两个突然爆发强大力量 戴土和凯他们是不是已经会了 卡卡西想了想问道 他们也学习了呼吸法 不过和你的不一样 是另外两种呼吸法 木月没有隐瞒 直接僵尸时告诉了卡卡西 戴土学习的是颜知呼吸 能够增强火盾和身体能力 麦特凯学习的是颜知呼吸 不能增强任何性质 但对身体提升极大 卡卡西傻眼了 没想到 这磨强大的禁术居然还有好几种 木月还都掌握了 这下子算是实锤了 他就说之前两人实力涨的速度太夸张 每次见面实力都有不小进步 如果是有木月这种实力强者的忍者教导 那就合理了 以卡卡西这十多天的学习经验来说 木月真的很会教 要是你雷知呼吸学得快 我也能考虑将其他呼吸法教给你 木月微笑说道 不同呼吸法是不冲突的 之所以没让学生们学习更多呼吸法 是因为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多了 暂时不值得 扯远了 接下来带你感受一下 雷知呼吸的实际表现吧 木月将呼吸法切换成雷知呼吸 然后直接进入全集中状态 抓着卡卡西带着 他在森林里跑了一圈 当木月把卡卡西放下来的时候 卡卡西直接人都站不稳了 卡卡西靠着树甩着脑袋 刚刚短短积分中 他感觉自己把南境森林逛了个遍 当然 除了速度这个特色 所有呼吸法修炼到一定境界 都可以进入对应的查克拉模式 雷知呼吸的查克拉模式 可以无应使用任何雷顿忍术 提升雷电威力 以及全程细胞活化 等卡卡西稍微缓过来之后 木月和卡卡西简单讲了一下 呼吸法真正的强大地方 只有学会了斑纹 呼吸法才是真正的禁术 接着木月 进入了雷之呼吸的状态 伴随着呼吸的极度集中 查克拉的不断爆发 木月全身都被耀眼蓝色 闪电包围 像是穿了一件雷电做的铠甲 雷顿 尾案 木月没有结印 直接张嘴 就是吐出一阵强大闪电 瞬间将一个区域的大片 树木摧毁 接着木月虚空一握 大量蓝色闪电不断产生 直接形成了一把雷矛 木月将雷矛射出 瞬间巨大爆炸声响起 一个大坑出现 在雷之呼吸般文状态下的木月 就像是雷神在世 一举一动 都能打出相当于雷顿忍术的闪电 这就是呼吸法般文的强大之处 真的是极致的性质变化 根本不知道结印是什么 爱怎么用忍术就怎么用 强是真的降 查克拉消耗也是真的凶 木月每攻击一次 都是查克拉在燃烧 让卡卡西知道 雷之呼吸将来有多猛之后 木月迅速退出了班文状态 怪不得是禁术 作为一个擅长使用雷顿的忍者 卡卡西可以说是忍者观 都有点改变了 木月拍一个巴掌 就能打出威力十足 闪电那个画面时 再是太夸张了 他完整结印 也用不出这样大威力的雷顿忍术 而且细思极恐的是 木月还掌握着其他的呼吸法 那颜值呼吸查克拉模式的木月 岂不是吹口气 就是一片火海 颜值呼吸查克拉模式的木月身体 又能有多强 如果同时使用呼吸法查克拉模式 然后再使用霸气强化 那么 木月实力能达到怎么样的恐怖境界 卡卡西只感觉木月实力深不可测 根本没办法判断全部实力 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呼吸开始学 你要改变正常的呼吸方式 进行集中呼吸 木月开始正式教学 虽然卡卡西学习呼吸法的时候 实力比止水他们强不少 但表现并没有比止水他们要好 两方相差无几 你传授了弟子雷之呼吸 由于弟子十分感激 奖励暴击 获得奖励雷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熟练级 不过卡卡西报的奖励木月 还是挺满意的 虽然都是熟练级的 但是在木月心中 熟练级的查克拉性质变化 要比精通级的忍数都要好 当然 武装色霸气和呼吸法 这重强大的技能除外 一个下午过去 卡卡西和当初的止水带土们一样 一点熟练度都莫长 学了一下五寸不未尽 这让一直学习任何东西 都无比迅速的卡卡西 产生了一股挫败感 不过有木月的提醒 卡卡西也知道 雷之呼吸不同于 他之前学习的人数 难度很大 所以 这种挫败感 很快就消散了 当修炼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木月获得了一个好消息 麦特凯终于 能开启八门盾甲的第一门了 成功用出八门盾甲第一门之后 麦特凯的提升奖励 也接散了 弟子麦特凯 在你的指导下认真修炼实力获得一定增长 获得奖励 八门盾甲 熟练 提升奖励很不错 这次终于没有三门六门的给了 而是很直接的 让木月掌握了完整的八门盾甲 虽然木月战斗中 很少用八门盾甲 但随助言之呼吸长中 不断强化身体 木月相信自己 有一天也能无伤开启六门 乃至七门 就算不拿来战斗 用来教麦特凯 也是极好的 木月还以为会是带土 先触发提升奖励 结果麦特凯弯道超车了一手 率先触发奖励 带土的最坏时代要来了 开启血轮眼之前 他除了野猿林水也打不过 木月心中想到 面对同时使用八门盾甲 和炎之呼吸的麦特凯 带土根本没有胜算 而戴土的老对手卡卡西 目前实力也在戴土之上 池水就更不用说了 木月弟子当中他年龄最小 但却是最强 你多熟悉一下 八门盾甲开门状态 前三门是八门盾甲的安全区 可以将进度放快一些 木月对麦特凯说道 既然麦特凯可以开启八门盾甲了 那就到了该完成修炼任务的时候了 毕竟卡卡西现在也成了木月的弟子 只要卡卡西自己愿意去认真学 实力很快就会有进步的 未入门的呼吸法 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实力 木月算了算时间 麦特凯这个修炼任务 差不多已经持续了五个月多的时间 是目前时间跨度最大的一个修炼任务 他感觉结算之后的奖励 应该会很不错 而且麦特凯信任等级提升到四之后 没有出现人生任务 木月猜测修炼任务 可能和人生任务无法并存 或者修炼任务进行中的时候 无法触发人生任务 麦特凯的人生任务 还是比较好猜的 木月猜测是成为人界体数最强 大概过了五天的样子 带土的提升奖励也接算了 弟子语之波带土 在你的指导下 认真修炼实力获得一定增长 获得奖励 活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熟练 木月有些遗憾 这要是风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就好了 那它五大基础属性就全部熟练级以上了 最终 这个熟练级的活属性质变化 变成了750点熟练度 让木月的火盾查克拉性质变化熟练度 达到了精通及8350点熟练度 这五天内麦特凯迅速熟悉了 开启八门盾甲的感觉 木月测试了两边的实力 然后进行对比 能够同时使用颜值呼吸 和八门盾甲的麦特凯 实力要略高一些 木月没有犹豫 当天中午就安排了两人的战斗训练 适当地进行战斗 能更好掌握索学能力 今天阿凯你和卡卡西战斗 然后带土和止水战斗 战斗完休息一下 然后交换对手继续战斗 木月说道 修炼人物要完成 木月顺便给弟子们加一点动力 他想卡卡西应该不知道 止水的实力比他还要强 而带土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的实力 比麦特凯强的阶段 也圆灵的话 目前实力差距较大 参与进来没有太大意义 观战就能有动力了 为石魔不是我和卡卡西啊 带土叹了口气 和止水打是真没意思 根本不给机会 而且他感觉最近实力又进步了一些 没准有战胜卡卡西的希望 这有啊 这次可要小心了 今天我的青春燃烧得格外热烈 麦特凯大笑着对卡卡西竖起大拇指道 我说你真没想到 你真没想到